馬路上白色轎車快速衝過來 撞上路邊交通耗製桿 往列撞擊 車體旋轉滑行 車殼碎裂四散 慢起大量咽尘 指間消防栓也被撞倒 喷起水柱 原本高刮的電纜線 也被硬生生扯下 現場凌亂不堪 而車上駕駛 趕緊下車報警 後續兩名援警前往處理 沒想到擺完三角錐 竟被路過貨車 捲起電纜線半島 雙雙受傷 來聽斷警方說法 事發在8號凌晨3點多台南 一名駕駛開車行進六甲區 不稱自撞耗製桿 導致電纜線掉落 兩名援警前往現場處理 沒想到一輛大貨車行進事故現場 捲起電纜線勾到兩名援警 導致塑形援警摔倒 多處擦傷 不過另一名核心援警 後腦著地出血 上市嚴重送醫昏迷 目前仍在醫院就職觀察中